字幕提供 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 Casper 媽媽的頻道 今天我們會一起去公園玩 認識公園不同的設施和景物 準備好了嗎?我們現在開始吧 去到公園,我們其中一個最喜歡玩的地方 叫做遊樂場 遊樂場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我們逐個去看看吧 小朋友看看這幅圖 知道是什麼嗎? 沒錯,這就是秋千 秋千 到第二個遊樂設施 小朋友喜不喜歡玩呢? 沒錯,這就是滑梯 滑梯,真的非常刺激 但是我們要記住 滑梯只可以上而下滑痕 我們可不可以在下面爬上去? 不可以的,這樣就會發生危險 我們要遵守規則 我們再看看這幅圖 好,有很多架 是給我們攀爬的 這個就是攀爬架 攀爬架 除了攀爬架之外 我們還有攀爬牆 攀爬牆 還有一些攀爬設施 是用繩來構造的 這個就是承網 承網 我們玩攀爬設施 記得要有大人看著 這樣就不會那麼容易發生危險 在遊樂場裡面 你還會看到一間間這些 就叫做游戲屋 游戲屋 在游戲屋附近 通常都會有一塊塊 這些不同的板 上面有不同的遊戲 這些就叫做游戲板 游戲板 我們去完遊樂場 我們現在去公園附近 看看一些大自然常見的景物 左邊的圖 就叫做樹木 樹木 而右邊有很多不同顏色 就是花朵 花朵 小朋友下次去到公園 都可以留意一下身邊的事物 你會發現公園裡面 有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我們一齊來學一下這句句子 譬如我們覺得花很漂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這是美麗的花朵 這是美麗的花朵 說得很好啊小朋友 我們又繼續看一下這兩幅圖 在樹上綠色的那些 就是葉子 葉子 而在地上種一大片綠柔柔的 就是草 草 草 小朋友 喜歡和家人在草地野餐或者玩 我們剛才看到的植物 都會在泥土種植 我們一起讀一次 泥土 泥土 而右邊一粒粒的 就叫做石頭 石頭 我們又看看這兩幅圖 小朋友 我們在公園都會看到一些小動物 左邊那幅就是小鳥 小鳥 小朋友下次走公園的時候 可以聽聽有沒有聽到小鳥在唱歌 而右邊的圖就是昆蟲 昆蟲 昆蟲 常見的昆蟲例如有蜜蜂和蝴蝶 我們剛才都學習了不同的植物和動物 我們一起學習這句句子 樹木上有小鳥 樹木上有小鳥 說得非常好 小朋友 到最後公園也有一些給我們休息的地方 左邊那個就叫做糧亭 糧亭 而右邊也有一些椅子給我們休息 嘩 我們就叫做椅子 椅子 小朋友今天去公園玩得開不開心呀 我們學了很多有關公園的常見詞語 真是非常之聰明呀小朋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各位小朋友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讓Casper媽媽給手指攻你 very good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